一段影片往事呈现 战马与狼烟在意当年 镜头里与历史会面 欢迎收看本期历史的镜头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族纷争 不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而是森林涂炭的司马家族的巴王之乱 公元280年 晋武帝司马炎立国好为泰康 仿效西周将天下一郡为国 分封了27个同姓诸侯王 但好景不长 各种党派兴起 宗室权力不断扩张 视大家独自以强大 公元290年 司马炎嫁克而去 传位于白痴皇帝晋会帝司马忠 司马忠的无能 直接导致了皇后贾南风 开始掌握政治大权 兴皇帝之事 291年 贾氏和楚王司马伟和谋杀死当朝的另一个掌政者杨俊 不想朝政大权落入武南王司马亮和福政大权魏冠的手中 贾氏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 同年6月 贾氏命令赵书一封令楚王发动兵变 将司马亮和魏冠在他们的府邸中杀死 而楚王在诸王后中一直以来都是年轻冲动的形象 贾氏只是想将其作为杀人工具 见司马亮已死 时隔一天 贾氏命令禁军 不以杀死司马亮为由 处决了楚王 至此 贾氏走向权力巅峰 在掌权的十年期间 天下渐趋稳定 然而299年 贾氏不顾众人发动政变废除聪慧的太子司马玉 并于一年后将其处死 此次政变触动了太子党的利益 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九 以贾男风谋害太子 罪不可赦为由 发兵入宫杀死了贾皇后 并迫使跪地退位 司马伦趁机登上皇位 但政局变化太快 皇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各路诸侯皆想争夺皇位 公元306年 东海王司马月 以赢汇帝回洛阳为由 率领藩王军队攻破皇城 司马伦饮下毒酒结束一生 司马伦死后 司马月对朝堂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多位诸侯王参死 司马月成为了获胜者 持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结束 而中原经济一塌糊涂 汉族势力下降 各地异族开始起兵作乱 由此中国逐渐进入混乱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好了本期节目结束 谢谢收看 喜欢请点击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